MING PAO TORON 近年在內地的餐廳越來越流行 用自己手機下order叫食物 不過這個風氣似乎有入侵香港的跡象 未試過?今天就和你去看看 話說早幾天我去了青衣的元氣壽司高速線開餐 進去坐下突然發現平時用來落單的平板電腦不見了 正當想問為什麼的時候 服務員就拿了一塊有QR Code的版給我 原來這間分店已經要用自己的電話才可以下order點餐 怎樣用?讓我玩一下 首先你要用自己的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 之後你的手機瀏覽器就會開啟它指定的網頁 進去就是訂餐的介面 相比起之前的平板系統 這個手機介面更加容易操作 反應也都明顯快了 下order 當然是開心一點 選好食物 確定不用等很久 叫了的壽司就送到我的面前 還有我可以隨時看到自己叫過什麼和張單幾錢 我就覺得不錯了 我都有問過這裏的服務員 如果客人沒有手機或者上不到網 那又可以怎樣呢? 原來他們都有後備手機可以借給客人用 那就不用怕因為沒有手機救到沒有飯吃 暫時這個訂餐系統都只是取代了之前的平板落單 付錢都還是要買檔檔人手處理 不過在這個什麼都講電路化和自動化的年代 很多餐廳甚至超市都已經用自助落order 甚至收錢的系統 不知道你有習不習慣呢? 這集先說到這裡 拜拜